这个男人吃了一粒药丸 下一秒他的大脑潜能就被开发至100% 他45分钟完成一篇论文 三天内学会钢琴 四天写完一本书 随便听听广播就能学会一门外语 炒起股票来 两天内本金都能翻上十倍 即使是街头打架 他也能随手用出动作电影中的招数 很快他达到了人生巅峰 几乎无所不能 男人名叫埃迪 几天前他还只是社会中最废的那一类人 作为一名作家 他签了约却不按时交稿 每天就喜欢摊在沙发上看电影 好不容易交了个女友 却因为交不起房租 人家隔天就把他给甩了 这天他又在街上无所事事 却碰到了前小舅子阿福 两人多年未见 一上来就找了个酒吧聊天 阿福神秘地拿出一枚药丸 说这是他们公司新开发的药物 能够激活大脑100%的潜能 看在曾是一家人的情分上 他免费送给埃迪一课 说完还留下了一张名片 埃迪半信半疑 回去路上他试了一下 这时正好碰上包租婆来催债 一瞬间埃迪忽然眼明心亮 他不停地关注四周的细节 脑海中的讯息不断地组织起来 他接下对方的话 表示自己能帮他完成法律论文 说完他脑中自动调出 多年前看过的法律书的所有细节 45分钟后 他不仅帮人完成了论文 还跟别人来了一跑 回家后 埃迪整个人神清气爽 他迅速动手收拾房屋 整间公寓焕然一新 接着他仅用几个小时 就完成了几个月的书稿 他把稿子给到出版社 对方大吃一惊 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出完 可就睡了一觉后 埃迪发现他的脑子又卡壳了 他明白一定是药效过了 他连忙根据明天找到阿福 对方表示拿药可以 不过得先给他当仆人 埃迪一听立刻开始做牛做马 他帮阿福去干洗店取衣服 还帮对方买早餐 可再一回到阿福家 阿福竟然被人灭口了 埃迪大惊失色 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他突然意识到 这肯定与那颗药有关 于是他迅速寻找起来 最终在烤炉下发现了一包药 在警察上门之前 偷偷把药塞进了口袋里 男人埃迪拿了一份 极其威胁的药物 他知道这药来路不明 但为了让自己变强 他开始天天服用 不到一星期 埃迪就学会用高速攻陷赌场 他在交际会上夸夸其谈 很快赢得了一名股票经纪人的赏识 在对方的邀请下参加各种party 埃迪飙车跳水 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 可享受过后 他明白自己的人生不能仅限于此 他接受了经纪人的工作 开始在股市上疯狂捞钱 他借了高利贷 使自己的存款连连翻倍 随着银行账户数额的增加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就连之前甩他的前女友也乖乖回来了 很快经纪人觉得自己hold不住埃迪了 他向埃迪引荐了全美最强的企业家老罗 埃迪跟对方一见面 就疯狂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老罗一看此人并不简单 立刻聘请埃迪做自己一桩大和平案的中间人 但与此同时 麻烦也随之而来 随着吃药的增加 埃迪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自治 他开始失忆 情绪也开始失控 他在模模糊糊的情况下 跑过十几条街区 在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 在地铁站跟抢劫犯打架 更恐怖的是 他在跟一个女郎来了一夜勤后 第二天醒来 女郎却已经死了 可埃迪啥都不记得 心惊胆战的他猜测自己可能杀了人 他停止服药 但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 很快他就要顶不住了 他通过阿福留下的电话本 开始挨个联系药厂的客户 但他震惊地发现 那些人不是病了就是死了 就在他打最后一个电话时 铃声从旁边响起 一个神秘男人站起 埃迪意识到事态不对 赶紧起身开溜 可对方紧追不舍 在一番惊险的追逐后 埃迪成功甩掉对方 但这时候前妻也神秘出现 他告诉埃迪 这种药会给人极强的副作用 一旦严重上瘾就无法断绝 不然就会死掉 埃迪整个人慌了 他找到现任女友 告诉了对方真相 声称自己藏了部分药在他家 由于此时埃迪虚弱地走不动了 女友便回家帮他拿 但这时神秘男再次出现 他疯狂追逐着女友 路上还干掉了两个企图帮忙的路人 女友没办法 只好慌忙吞下了一枚药丸 一瞬间他外挂全开 一阵狂奔后用冰刀划伤了神秘男 这才逃过一劫 重新服药后 埃迪整个人重回巅峰 为了可持续发展 他自己开了个实验室 试图生产这种超能药 同时他密切想查出神秘男的身份 终于有一天 在帮老罗洽谈一桩合并案时 埃迪发现对方老板的保镖 竟然就是神秘男 他瞬间明白 这个老板也是用药者 一定是药吃完了 所以才派人想从埃迪这里抢 就在他思考对策时 下一个麻烦也来了 因为有在酒店杀女郎的嫌疑 警方要调查埃迪 埃迪请了当地最强律师 帮他摆平了这件事 可回到公司一看 他兜里的药不见了 他意识到给律师偷了 虽然不知对方如何得知消息的 但失去药物的埃迪非常慌 他急匆匆的回到家 发现新闻在讲老板病危的事情 而老板妻子旁边的律师 正好就是偷药的那位 埃迪懊恼不已 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这时门铃响了 来者是高利贷 原来因为之前从埃迪这里抢过药吃 他也知道了药物的威力 现在打算来夺取 双方展开一场惊险的搏斗 好在有药物加持 埃迪一顿骚操作后 成功除掉了对方 接着他急匆匆的来到了医院 此时的老板已经挂了 埃迪找到神秘男 由于老板死了 两人没了利益纠葛 埃迪一番推论 表示律师一定是偷药后进行了私藏 下一秒他和神秘男联手 后者给老板报了仇 而埃迪也拿回了药物 时间转眼过去了一年 埃迪已不满足于金融圈 他开始角逐政坛 竞选参议员 但这时老罗忽然来访 他指出他查到了埃迪背后的制药公司 进行控股后 关掉了埃迪的实验室 如果埃迪想靠药物生存 以后就必须跟老罗合作 埃迪表面同意 可出门后他立马表示 像他这样的聪明人 其实早就把药物改良了 现在他不用吃药 就已经强如老狗 说完他精准预测出路边一场车祸 然后又通过皮肤接触 推断出老罗患有心脏病 老罗一脸尴尬 这威胁不成反背威胁 他连声表示打扰了 然后信心离开了 自此之后 埃迪彻底击败所有对手 成为金字塔尖之人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永无止境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